第一个新闻对台湾很有关系 就是英特尔台积电的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 他决定扎200亿美元到欧洲去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 这个英特尔说他到欧洲去投资 那英特尔大家知道在30年前 他是高高在上台积电 那时候才刚刚开始 但今天呢英特尔已经被打到第三 落在台积电跟这个三星的后面 那英特尔新的执行长基辛格 Pat Gelsinger最近在欧洲积极地去拜会 这个法国的总统跟意大利的总理 他要干什么呢 他希望在欧洲呢 打造一个晶片生态系 而且他希望欧洲的国家能够支持他 那他希望欧洲现在他的市占率是很低了 亚洲当然是由于台积电跟三星是最大 那美国其次 那欧洲只有一点点 他希望能到2030年10年之后 能够拉到20% 而且横跨的各个国家 而且有上游的制造 下游的封装等等 那我有几个观察 第一个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板的赌注 因为英特尔今天的这个财务 各方面的实力不是非常的好 那他压保这个欧洲 那他当然这个希望呢 就后来居上 那台积电是没有到欧洲去的 打算 但欧洲呢是一个distance 就是落后在很远的这个老三 所以他要怎么样这个起来 这不只是钱 这还有技术 台积电的技术 遥遥的领先 但他的关键制是 生态协计 欧洲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不管怎么样 后世是值得观察的 技术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